好继续最新消息带您关心的是 宣腾一时的桃园合一住宅弊案 里面的白手套蔡仁惠决定供出 林口A7合宅的合一宅的内幕 现在转为污点证人 不过经过询问之后台北地医院呢 是裁着蔡仁惠100万元交保限制处境 面对记者提问是不是转成污点证人 蔡仁惠不愿正面回答 人生都有过来 小心小心 有没有想要的答处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关心 任何问题都是一句谢谢带过 桃园八人合一住宅案 担任白手套的蔡仁惠 经检察官讯问后坦诚犯行 并且转为污点证人 下午检察官主动向法院申请获准 蔡仁惠以1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 直到晚上7点多才凑齐现金 北检侦办合一住宅案 认定前桃园县副县长叶士文 向远雄创办人赵腾雄所汇2600万 而北科大学者蔡仁惠就充当中间人 全家汇款1600万给叶士文 之后东窗事发 四人都遭收押定件 现在蔡仁惠转当屋顶证人 为案件发展投下一枚正喊蛋 记者陈文区黄天耀台北报道